赵辉离婚案 还没有到最后盖棺定论的时刻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表一篇文章 那么你们想想 到最后吴远红在这个案子里翻盘了呢 你们接下来又会怎么去做呢 越是这种时刻 我们越应该保持冷静 静观事态的发展 如果说我们做传媒的 也像街边的小市民一般 人云亦云 难道这就是对读者的负责吗 我发现 我这文章里唯一不妥的地方 就是批评了柳志文 你说的没错 你在文章里 用了如此刻薄的话 来点名批评柳志文是不对的 我是应该批评你的 你看看 你看看你在文章里 都用了什么样的字眼 来评价自己的同事 如果这换作是在国外 柳志文有权利告你诽谤 他要是现在想告我 我也没办法 李向东 你作为一个专职记者 你发表这样一篇文章 你以为你达到了攻击 和贬低柳志文的目的 就你这种狭隘 并且小都继承的措辞 任何一个看过这篇报纸的人 对这个作者都没有好印象 有句话叫文如其人 你以为你是在毁别人 其实你是在毁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老苏你都看见了吧 我拼命为你写了这篇文章 结果呢 把老大得罪了 你让我以后怎么混 你去老弟啊 不要在乎一得一失 其实这件事情啊 这个现在 现在看来这件事情 结果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你根本不用着急 咱们静观事变 如新啊 你之前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可现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真的对不起 我要听的不是对不起 那你要听什么 你想让我怎么样 让我辞职吗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 那你就直说 如新啊 我是提醒你 法院的判决还没有下来 咱们还有翻盘的机会 如新啊 你再想办法 志文 我没想到 你竟然会主动约我出来 别想太多啊 我是因为好面子 觉得这个时候回报社 太合适 所以约你出来 我知道 李向东的那篇文章 实在是写得太过分了 可是你要相信我 我一定会好好处理这件事情的 你跟那关系不大 我是来 让你正式提出辞职的 什么 我写的关于 赵辉家报的这个报道 给报社造成了 很负面的影响 这个责任 我得负 赵辉那边呢 我会当面跟他道歉 经济损失 我尽量赔 社会影响方面 我想以辞职的方式 作为弥补 我不会接受你辞职的 你于情于理都该接受 班报不是过家家 你作为一个运营者 没有理由不接受 把你的辞职信拿回去吧 我说了我是不会接受的 潘总 工作就是工作 请不要感情融识 你不要跟我讲 那么多大道理好吗 我为什么要来 永江都市报 为什么这么执着的 要把这个报纸做好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我特别明白 但是我必须走 志文 我不许你离开 我做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啊 我们有什么事 我们有点打热 我们在打热 把我去馳走 这支就把我去馳走 我这支不通 可许你 我看不在你 我会来 我看不在你 我看不在你 看不在你 那么多大道理 我看不在你 我看不在你 喂 老公 忙完了吗 我这边没事了 我过来接你吧 我还要再忙一会儿 什么事啊 我过来不方便吗 跟韩总谈一些工事 你们在报社吗 没有 约在外面谈 那行 那你们聊吧 别的就不多说了 我的确没有闹情绪 是很认真地向你提出辞职 所以希望你接受 那好 那我们就来谈工作 我决定这件事情 也是站在报社的角度出发的 你就这么轻易地走了 那我们报社 不就等于被你置于 风口浪尖了吗 这一切都要报社来为此买单 这对报社来说 也是不公平的 怎么样啊 聊完了没 马上就可以走了 你们到底在聊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非得约出去聊 还这么长时间 行了 什么也不用说了 你在什么位置吧 军宁酒店咖啡厅 对了 你在大堂等我就行了 好 我马上就到 好 你老婆至于吗 大白天的 你都说了再谈事了 她怎么还要问呢 是我让她下班给我打电话的 刚才咱们说到哪了 啊 报社损失是吧 行 那我答应你 等这件案子结案之后 我再辞职 但是丑话我要说到前面 赵辉告我诽谤这个案子 我是肯定会输的 如果继续待在报社的话 她可能会连带报社一块起诉 你们要做好思想准 这些都不用你管 我作为我们报社的总经理 我自然有能力去解决 哦 是吗 总之你记着 我是不会让你出事的 我先走了 回来了 周欣 你 妈 我累了 我去睡了 怎么回事啊 回来 怎么了这是啊 你俩这情绪不对啊 没有 你惹她了 没有 那她怎么这样呢 我跟你说 志文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可不能惹她 你再好好哄着她 不能让她不痛快 你知道吗 好 你坚决不能让她不痛快 行 那就让我不痛快 说什么呢 你让妈不痛快 不能让你不痛快 更不行了 哎你 怎么回事啊你啊 没事 真没事 没有 没事就好 那别睡觉去 行 明天早点睡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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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了一天 为了说了三句话 我起来啦 有什么吃的呀 什么吃的呀 大礼拜快睡到中午吧 行了 两个饭一块吃吧 呦 怎么了 这脾气这么大啊 你怕我都知道 我知道了 爸回老家 你孤独 难受了 是吧 心里不痛呗 就送你儿子来 是不是 我跟你爸呀 这辈子就没怎么分开过 这一份 行了不说 还不都是因为你们呢 说吧 前两天你们一块回去多好 不听 什么意思 你嫌我没跟你爸一块走是吧 好 儿子 现在妈就走 妈买张车票 就追你爸去 他爸不得呢 我干嘛我在这 妈你干嘛呀 你可千万别走 你走了 我怎么过这种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快活日子 行了吧你 哎呀 你希望你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时候 你妈在 但是呢 你妈 没事的时候 你希望 你们过二人世界的时候 你妈就 你小翅膀 飞了 我还不知道你呀 你希望你妈就是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胜完就跑 就 那在您 飞之前 能不能 给您可爱的儿子 来一顿 红烧肉啊 能啊 儿子 哎呀 说实在的 真有点惦记你爸 你说他这这么多年 他都没回去了 哎呀 肯定一切都不适应了 爸 结果出来了 怎么说 放心吧 没事 还有老毛病 十二指肠溃疡 没别的问题 哎呀 我这心就放下来了 什么心放下来 王老师来来 你看看 抱着我出来 我跟你说我没事吧 您非得让我上医院折腾我 不能掉以轻心啊 医生再三嘱咐过我 说病人需要好好休息 一定要静养 静养 我啥事都没有 哎 我能静得下来吗 哎 妈 不行 您现在啊 什么都不能干 进屋歇着 那 叶大律师发话了 你得听啊 来来来来 进去 进去 来 这浮了你 爸 他们呢 不在 好好休息啊 衣服我来洗 三比一 是 我也想吃三 你别在那儿 你儿子都要饿死了 行 我这不就胃上了吗 哎 干嘛 你是没事啊 热不热啊 你把那奶瓶儿滴在手上试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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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看我干嘛呀 烫不烫 我觉得还好啊 这么烫 要你有什么用啊 本来想你帮弄了我呢 要你有什么用啊 老头娘还怎么能自己搅到我 我已经请假回来帮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你带的这是你自己儿子 别搞得好像你帮我多大忙 知道 当初我们不说好了吗 你白天我晚上 我现在处在这儿 我不帮你我帮谁啊 你白天带孩子特委屈是吗 哎 怎么着 儿子交给你我出去玩去了 我这不赚钱养家呢嘛 我工作也不是为我自己 不是 合着我赚钱特别容易 我白天上班晚上看着他 我还有没有点个人生活了 哎 你还想要个人生活 不然怎么样 哎 你每天出去上班 算出去溜溜了吧 我呢 我每天围着花店转 我生活半径 离着花店周围不过一公里 你委屈 我还委屈呢 你不愿意干是不是 对 我就不愿意 那 那你就别干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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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 如上白丽他们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哎 白丽住在外面 天天让如生去请 请到现在也没回来 游着他们吧 别管了 可是紫秋在他们那儿 我能放心的下吗 行了吗 您哪 就惦记惦记自己吧 啊 您要再这么操心下去 您的身体会被累垮的 您现在需要的是静养 孩子就由他们带 他们不想回来就别回来 如新啊 这回检查胃病 也没检查出什么来 就说明没事了啊 你说他们平时在家 闹得哄哄的 成天吵架 哎 真让人受不了 可是现在他们走了 家里这么安静 我还闷得慌 你说我是不是犯贱呀 妈 我觉得你跟爸呀 以后还得给他们立个规矩 照这么下去的话 有你们俩受苦受累的时候 你说别人都说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他们都有孩子了 怎么还这么稀里糊涂的呀 这几天你们就别操心了 由他们去吧 不回来最好 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做爹妈 别再惯着他们 如兴啊 你妈在这想了好几天 也没想明白这个道理 这让你一说 我还开窍了 哎呀 他们有本事 一辈子别回来 我不惦记 把心放宽点 来 妈 您躺会吧 来 来 来 哎呀 还是我闺女好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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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那个 紫秋睡了啊 睡了 哎呦 老师 嗯 这花儿乱完了 一会儿你得送出去啊 我刚哄孩子睡觉 太累了 让我歇会儿 不行 你不去谁去啊 我这边忙着嘛 一会儿啊 不行 去不去 哎呦 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 我亲着呢 业务商 你要是不去 你可别后悔啊 去哪能不去 你玩这 我去啊 我去 怎么了 怎么了 去吧 还有没 没了 让我去啊 快点 志文来了 五花 你来就来 还买什么菜 你看你真是 我这叫自备料上门 我就好您这口红烧肉 你想吃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你看你真是 谁买头衣啊 他呢 他到公园啊 去做那个什么健身操去了 那个 这结果出来了吧 怎么样 没什么 老毛病 他这一下子 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就烙地了 是不是 要不然呢 总是提醒吊打 来来喝酒 你说没大事吗 别操心 那什么 如上这两天 回家看过没有 没有 每天呢 就来四五个电话 人也不着面 他电话里说 子秋怎么样 一句话 听好 听好 说真的 我心里边 也挺想子秋的 你说他们俩 自己也是孩子 是不是 还没玩够呢 他们怎么能把我那个孙子 给带好呢 我跟你说 真得让他们俩吃点苦了 老指着你们那哪行 要是没有你 跟他姐姐 我跟他妈百年以后 这我们俩都不会瞑目的 爸 你说太远了啊 这几天呢 让你妈的胃疼给闹腾了 我心里边 竟胡思乱想了 你千万别胡思乱想 妈也就是 这一段身体不太好 暂时的 志文啊 我跟你妈 把他们姐弟俩拉扯大呀 可真不容易 现在日子总算好过一点了 我想让你妈过点清前的日子 可是你妈呢 她一辈子弄得 把身体给弄垮了 我这心里想想 真是愧对她 她跟了我一辈子 她没过过好日子 今儿 就咱爷俩 以前都是 您不在 妈 偷偷拉着我 聊天 志文 她说什么了 真没什么 爸 就那些鸡毛算评那点事 您说 哪家过日子 不会有点小矛盾是吧 没大事 她最后 不管说到哪 总结一句 都会说 这辈子跟了您 值了 虽然说 没让她过上什么 大富大贵的日子 但平平顺顺 也没受什么大苦 这就挺好 一儿 一女 现在又抱上孙子了 是吧 您说 什么叫 这个好日子 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能够在一块 这就是好日子 您说的 志文 说的是 说起你妈呀 她这个人我知道 刀子嘴 豆腐心 她为这个家呀 真是操碎了心 我跟你说 这个家 不能没她呀 爸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 这个家 没了谁都不行 妈要好好过 您也得好好过 听见没有 爸听你的 就是 就是 志文 爸这心里话 这憋得没处说 今天你真是 让我一通为快 疯会吧 疯会吧 来来来 爸我告诉你 您以后啊 有什么话 不方便跟妈说 我跟别人说的 直接给我打电话 咱家里不方便 咱出去啊 找一小酒馆 咱喝点 是吧 边吃边聊 那多好啊 这咋了 是吧 来 喝水 来来来 这喝点水 你这喝点水 喝点水 咱家里 Jake 可能救救你 准备水 穿一项资料 很快就睡了 少点睡 嗯 你 Comme见面 你还来找我干嘛 我要要回杏儿的抚养权 可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晚了 我该做的都做了 我尽力了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待法院的判决 我唯一能为你做的 就是为你争取更多 对杏儿的探视时间 既然我已经接了这个案子 我就得负责到底 仅此而已 不是探视时间 是赵辉根本就没有权利 得到杏儿的抚养权 你不是说过 以后不想见我的吗 为什么又约我来这里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之前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算了吧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我知道有人这样看我 全是因为吴阳红 除了道歉 我还有别的事 什么事 我希望你能够放弃诉讼 庭外和解 这也是我当事人的愿望 他决定放弃一切离婚要求 你是想保持自己不败的记录 才来跟我道歉的是吗 难道我在你眼里是这种人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告诉你我不会放弃的 我说过 我必须赢 如果赢不了呢 给我一个理由 给我一个必须放弃的理由 理由就是杏儿 我不想伤害杏儿 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你希望在法庭上让杏儿知道 你不是他的亲生爸爸 我觉得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现在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求你放手 我真的不敢想象 就在那一瞬间 杏儿除了接受 失去家庭 失去你 她还得接受这么残酷的事实 你真的忍心这么做吗 你别再说了 不说了 赵魁 庭外和解吧 让这个秘密永远地隐瞒下去 这样在杏儿的心里 才会保存一份真实的父爱 你根本就不明白 对 但我知道杏儿不是我亲生的时候 我是很愤怒 我很痛苦 甚至我真的很恨她 我想放弃她 可她出生的时候我抱过她 看着她一天天长大 看着她压压血雨 看着她冲我笑 我就完全不行了 我不能失去她 可她毕竟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以后你还可以组建家庭 还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你以为我真的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吗 为什么 你以为我怎么会发现 杏儿不是我亲生的 因为我不能生女 我一辈子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 这是我去年体检的时候 医生发现我有这个病 所以我才带杏儿去做了亲子鉴定 虽然杏儿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从吴远红怀孕的那天开始 我就把杏儿当成我亲生的 到现在都是 在我的心扉 望着你 再不许提 此分别 生命的月下时间 我全部用来陪你 到老的那一天 照辉的痛苦 三分天注定 七分养育情 可是无论如何 还是该放的就放吧 再想也没有用 叶如新的话 也许是唯一的正解 爱情的方线 换一个蓝天 再没有笑颜 断的感情线 再掌心浮缘 再也许是唯一的 很酷啊 明天就要开庭了 我开庭也得睡觉啊 志文 嗯 我跟你说 其实赵辉吧 他 怎么了赵辉 说 嗯 没事 你别老这样欲言又止的 行不行啊 弄得神神秘秘的 我告诉你 我可胡思乱想啊 胡思乱想什么呀你 我是想说 等赵辉这个案子结束了以后 我就请一段长假 在家一门心思生孩子 咱们不是一直这么说的吗 是啊 哦 还有就是 等事儿完了以后 咱们得找个时间 一块儿去医院 做做做孕前检查 怎么突然想起做这个了 什么叫突然想起啊 孕前检查是必须得做的 咱们得了解 咱们身体的这个具体情况 做到忧生忧郁 懂吗 嗯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 咱俩还不够了解 彼此的身体情况是不是 来来来 去去 来 来啊 好好了解一下嘛 是吧 来 来 你别闹了 不跟你说正经的呢 谁也没跟你说不正经的呀 是不是 你来 来 好意思 了解一下嘛 快 我去往里面吧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去不去 去 就是为了我们柳家第99代传人的幸福健康 那我也得好好去检查一下 是不是 第99代 怎么以前没跟你说过呀 我 我觉得是刚才这突然的掐着一算 巧了 正好是第99代 什么呀 真是 真是99代 那这样 真是 小文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那咱着 你严肃点 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咱们真的有了孩子 咱们一定要做一对 称职的父母 要对孩子负责任 要尽全力让孩子觉得幸福 你能做到吗 我发誓 你可是怎么掺来的 只要孩子过得比咱们好 过得比咱们好 什么事都难不得 你才知道了 走走 去睡觉 去睡觉 咱互相 互相再了解一下 彼此的 生气 拜拜 好吗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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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担心 我们会 你真的迟疑要把杏儿 带过来吗 不管今天宣判的结果是什么 杏儿她都有权利 第一时间知道 你就没有想过 这事对孩子一辈子 有什么影响 这一切是你造成的 不是 杏儿 咱们走 差不多了 走吧 进去吧 走吧 上次开庭时 我们已经呈上相关证据给法庭 充分证明了 吴远红女士 不适合抚养赵姓儿 对不起 打断一下 沈判长 我的当事人 想要申请延缓判决 因为他有一些新的证据 想要提交 对不起 我先给你带我 放下来 放下来 我 exceptionally 中文字幕——YK 等等 我决定撤销对吴阳红的起诉 并且要求庭外和解 长话短说吧 有什么条件 说吧 我只要信了 还有呢 你现在赢了 可以提出一些要求 看我能不能满足你 我说了 我只要信儿 行 我同意放弃 对信儿的抚养权 另外 我会按照我的承诺 给你一千万的抚养费 你现在住的房子 我会尽快安排到你的名下 我会 但我有条件 你必须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不为别的 就为了信儿 这是和解全过程的保密协议 按照协议要求 双方当事人应该完全保密 你也要钱 你们要记住了 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爸爸 推开信儿的手 赵慧觉得自己的整个心 都被掏空了 信儿 爸爸跟妈妈离婚了 爸爸放弃了你的抚养权 所以以后 你就跟妈妈相依为命 怎么啦 怎么了 难道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呢 没什么 刚才温远红不已经说了吗 赵慧放弃了 赵慧放弃了信儿的抚养权 他们决定协议离婚了 赵慧为什么就突然放弃了 信儿的抚养权啊 这不是他一直努力争取的吗 不是 你刚才在法庭上提交的是 什么什么新的证据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 还有这么一个重要的物证呢 我不能告诉你 不是 这案子当中还有 还有多少你不能说的呀 因为我答应了赵慧 我必须得替他保密 答应过他 那就是说 你在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个所谓的秘密了 我真的不能说 我跟赵慧 还签订了一份保密协议 这份协议是有法律效应的 你能理解吗 那我理解 理解 没事 如今我 我相信你 真的 相信 恭喜你 如今姐 恭喜你啊 如今姐 李律师 恭喜 恭喜 如今姐 恭喜你 恭喜你 谢谢 谢谢大家 怎么回事 大家算了吧 自己发现 这一张真的可以 看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了 如何让占有所有优势的原告 从主动变被动 看来我要学习的 真的是好多 可能吧 可其他人 在乎的只是这个结果而已 在一切证据都对 吴远红不利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让赵辉 接受庭外和解 并且还取得了 信仰的抚养权 这其实已经就是赢了 那又怎么样了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次 我输了 而且输得很窄 如今姐 你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原本我以为 你这次可能会打败 自己不败的记录 但没想到 你还是赢了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但我宁可心安理得的书 或者 从一开始 我就没有接触这个案子 反正哪种结果 都比现在这样强 有一个事 有一个事 就会打败了 我会打败了